我们今天也想说到乌克兰 这边,他们也有空降女 我们叫Paratroopers 空降女,在沃夫昌斯克那边,真正的前战 要去作战等情况 我们说到,现在的乌克兰 他们透过沃夫昌斯克去抵御俄罗斯 在哈尔科夫北部进行攻击 其实这两个星期,沃夫昌斯克都是磨心 基本上都是前线其中一个点 不停地来自俄罗斯北方部队的打击 所以要守住 沃夫昌斯克不让他通向哈尔科夫的道路 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看看乌克兰 他们本身的空中突击 亦有些片段,最近说 如何支援沃夫昌斯克,即这边的驻军 我们说到,乌克兰的散兵 已经投入到现在市中心的战斗 他们亦有些镜头拍到 包括在史莱卡发射之反弹 货战 所以让大家看到,他们来自第82 空中突击类 即是来自乌克兰 不是美国那边 当然,现在的情况 都主要是在阵地上做一个抵御的情况 Stryker 即是我们说 Stryker 来自美国陆军 即是他们的部署 因为乌克兰 他们是去年收到大概200架 左右的Stryker 即是中文叫市吹黑战车 Stryker 这边 他们都会分配给一个 叫做第82空中突击类 这是新的 即是比较新的一支部队 他们的形容,因为都是美国的装备 所以他们都是一对精锐的军类 现在去看看 即是美国的Stryker 的一个军类 因为大部分都是用Stryker 建立的 即是这个部队 本身 我们观察 如果Stryker 即是这部的战车 即是我们说到空港部队 去使用 去参加 例如说城镇战的情况 没有说不行 即是说在20年前 即是在伊拉克北部的时间 都会用到Stryker 做在街上的巡逻 包括当时摩蘇尔 在城市街头做的巡逻 突袭、境界 其实都有他们的战绩 所以你看到Stryker 如果参加城镇战 我相信他们获得的经验 都不少 当然 如果美式的Stryker 遇上了俄罗斯的机械化旅 理论上 打城镇战 即是如果用美式的装备 和俄罗斯 确确打城镇战 不可以说是劣势 或者什么优势 而是不值得这样去打 即是纯粹 这也不是美军 或者北弱的战术 不是利用地上的机械化旅 大家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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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即是斗装甲 这些不是Stryker 本身的特点 所以如果你说 以前烏克兰 他们的第82空中突击旅 初次投入战场的时候 用了一个不太好的战术 即是用了不太好的战术 就是当时他们在湖南地区 就尝试出动到这些机械化部队 就去突击俄罗斯 当时都好准备 准备好防御攻势 即是湖南地区 当时战术不当 都令到他们损失了不少的Stryker 7至8架左右 所以这些情况 即是可一不可再 即是要吸收教训 就要改用一些新的战术 才可以的 现在82空中突击旅 即是现在来到 沃夫昌斯克的时间 他也是很紧急部署 当然他面对着风险是大的 因为现在这就是前线 你见到俄罗斯部队 即是我们说的北方部队 他们会大量步兵 在前面优先进行攻击 在其他部队大家也见过 其他地方都有俄罗斯的这种玩法 他们的突击小组 通常一排士兵 即是40人左右 然后就会在一个据点上去接战 打打打的时候 就会几个牌 集合在一起 几个牌集合在一起去打击 即是包围一个据点去打等等 这种情况 即是现在 他利用到Striker的新军类 进入沃夫昌斯克 要做一个防御的态势 包括 现在Striker在防御上 要做一个环形的防御 即是我们俗称360度防御 基本上 例如Striker 有一件事好 就是他的战场态势感知很好 他们有很多感觉 所以他们在战场态势感知上 做得很好 你完全知道战场发生了些什么 参数数据那些 他们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用到环形的防御 即是360度 他们也是战场态势感知很敏感 所以俄罗斯想接近 现在窩夫昌斯克一定防御的地区 就很难偷到计 即是原本 俄罗斯那些步兵突击 有点像棒球 我们说偷女 即是上女 一二三女的时候 会有偷女的情况 但是你见到 如果现在有Striker 即是天眼盯着 你就很难偷计 这些什么偷女的动作 就很难做得到 而Striker Suppose 一架Striker 就在9个人 即是9个兵 4个Striker 基本上就很接近一个牌 即是36人 你计算 一个牌也是40人左右 你见到 基本上 如果用Striker 他的兵源是比较充足的 即是一个防御上 即是在附近 如果对对方 短兵交接的时候 Striker 的支援力 会大些 如果用M2 就没那么多人 即是M2容量 小一点 即是没有Striker 不坐9人 那些情况 所以你说Striker 在步兵战斗的状况 其实是适合 因为他真的可以 胜在多些的步兵 所以他们做一个牌的战术 你基本上 只要出到4个Striker 就够了 挺好用的 Anyway 看到现在 第82孔中突击女 成为了 窩夫昌斯克的救星 即是现在 从天而降 在这个城市里 尽快作好准备 因为之前说过 俄罗斯 已经向南推进了 大概10公里 现在就是窩夫昌斯克 这边 就被窩困顶住 所以在这边 最新的82空中突击女 配合Striker 这一架战斗 希望能够完全停止 俄罗斯的前进 亦要令俄罗斯 被逼要在这里建立 他们所说的援冲区 然后令他们无法再向南进 才想想 如何再将他们赶出 现在在哈尔科夫北部的形势 这个形势